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你稍微會用了一點點之後呢 這裡還有很重要的其實可能以後各位會用到的就是這種所謂的組織組合流程圖 簡報有時候就是要介紹這些東西對不對 像我這邊也有一個簡報是我在做那個那個叫做什麼 彰化縣政府辦一個說明會啦 我們做了一個系統然後辦一個說明會 那說明會的話你要講解一下系統怎麼用啊對不對 你除了說給他們直接去看 直接操作直接看以外事實上這個 我把它resent一下給各位參考一下 沒關係這個就讓他先跑一下 現在比較快了喔 跑的比較快了喔 因為一般系統的說明大部分都是直接印那個操作手冊給你嘛 對不對 可是我就在想這樣好像就太那個喔 所以這個比較特別一點把它做成這樣 那你有發現我有做一個背景有沒有 有那個背景可以自己做啊 你用簡報的範本 雖然很不錯啊 但是用久的就沒有你要的啊 就跟你用微軟簡報一樣啊 用久的就套那幾個 他簡報慢慢會增加啦 只是速度沒有很快 好那你看 我有弄有圖片對不對 這個圖有加一點點邊框啊 這個加一點邊框 好那這個的效果怎麼做 你用Photocab也可以喔 比如說熊熊對不對 你要加框 點到他 這個物件屬性喔 我點兩下 有看到一個叫做啟動邊框 看到了 也有看到顏色跟尺寸 所以如果他有需要的 你可以這樣勾起來 不過因為我們這張圖 他框會加到外面 他那個透明的部分他不會加進去喔 所以一般我都用在就是抓下來的 抓下來我就可以幫他加上一個這樣框 那你看往下走 對不對 我就先把這些東西 這個也是套範本 只是我就再改一下變成我比較適合的 所以我就加這個 你看這有沒有這些流程 對不對 流程你要一個一個加一個一個 這樣加進來加一個frame嗎 不要啦這樣太麻煩了 你們在word裡面有沒有用過一個叫做 插入組織圖 有沒有簡報裡面office有嗎 敢問一下好用嗎 不知道到底該不該講實話這樣 他也不錯 但是有時候編輯的時候不太方便 這倒是真的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如果我今天在這裡 好 我就要做一個流程啦 所以我們要插入就是這個 第二個 有沒有常見的流程圖跑出來 事實上你如果在網站上的話 然後這個選擇再多一點點 你看我們先用這個好了 這個好不好 這比較常見嗎 就是一個circle的 1,2,3 好點一下 好選擇 有沒有進來了 三個進來喔 那你看到1,2,3 你順便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這裡 把它變大一點 好 好 那麼今天你在做這個的時候 我們先present看看喔 從這邊 好 下一步 是不是到這裡對不對 哇 我選到了剛好是只有一個步驟就解決的 我再挑一個齁 我再挑一個 需要好幾個步驟的那一種 因為這裡比較少一點喔 網站上會比較多 好 假設這個 這邊有 我看 哇 這裡的剛好都不是齁 因為我們在網站上的話 我看這裡 從這邊 有沒有發現網站上比較多 有齁 所以沒有用desktop版 也不見得是缺點啦 你看這裡有沒有 三個的 三個流程 那你可以發現我現在 這裡是不是只有一頁 一個frame而已 我加了這個之後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是加了四頁 因為 這樣子 你看 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present的各位就知道了齁 一 先看到三個 然後自動尊應 有沒有 一 二 三 有沒有發現你插入的時候 連動畫都把你做好了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對不對 當然你不見得一定要有這樣的 這個 就是如果你覺得那個 順序或路徑不對 或者是比例不對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調 調整方法就跟剛剛一樣 只是說 一般我們 如果你在一般微軟簡報 那邊你要做這個 是不是要自己做 對不對 你要個別去 做好幾頁來弄 但是在這邊就是 一頁就解決了 只是它把它分成不同的 比例去呈現這樣 所以這個組織圖的部分啊 或者這個流程圖 它上面的真的會比較豐富一點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 如果我用 DESTV版本 或者我用線上版 編了之後 可不可以互相交換 當然可以啊 你桌上版 如果你發現說 我沒有這個功能 我就把它傳到線上去 就變成你的簡報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你看 我們在這邊存檔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Upload 你可以選擇 把這個檔案就存上去 不過這邊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那個桌上版的話 你的開頭 跟這個描述 目前只能打英文 線上的沒有差別 線上沒有差別 所以如果你是用桌上版 DESTV編輯完了 你先用英文存 傳上去之後呢 你再上去 再做修正 變成中文就好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我 我上面的簡報 真的都有用英文的 用中文的有沒有 這個是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改的 可以在上面直接改的 好 那 所以呢 這邊 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這個 插入組織圖的部分 那 存檔呢 剛剛有講一點點 對不對 還有一個 如果你要設背景的話 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解析度 就是效果很好的 最好解析度要3000以上 這是官方建議的 所以你用那個照片也可以啊 你可以拿數位照片當那個 因為你可以發現我這張底圖 好像有一天很模糊對不對 因為我解析度大概1000多而已 可是沒有到那麼好 所以效果就稍微比較差 就比較差 那怎麼設定背景 在這裡 你在上面按右鍵 不是按右鍵 在這裡 tumbart有一個custom這裡 有看到背景了嗎 有 點下去最多 三張 線上版本是最多三張 那是在這邊的話 你看滑過去他有給你一個說明有沒有 最佳的解析度有沒有最少3000 那如果你是在線上版本就最多有三張 你可以設三張 也就是說你進去 好像微軟的那個簡報背景一樣 他就直接變了 好就直接變了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參考一下的 直接從這邊進去修正一下 那這兩個都會了之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簡報了 萬一遇上我們今天這個問題 頻寬怎麼辦 所以你要會怎麼樣 會下載 他可以變成離線的簡報 像我現在給各位看就是離線簡報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如果你是在線上的 假設我這個做好了 我就這個我先關掉 好我先離開他 他下載有分兩種 一個呢是下載 就是單純的簡報 另外一個呢就是下載 你可以給desktop使用的 所有的桌上版的 來你看這邊 有沒有一個download download這裡 好他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給你用來做簡報 用preventing的 那一個是你拿給桌上型編輯的 好所以如果你是單純簡報的 那代表就是不能改的 欸各位應該知道 微軟的office也有一個叫做 powerpoint viewer吧 就是說萬一我用比較新版本的這個簡報 可是對方的電腦 我在用那一條電腦 我要簡報那一條可能是比較舊的 那你可以用那個viewer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 但是不能改 好 那這個就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呢你用了之後呢 那你按download portable的 這個時候呢他會先準備一下 好幫你壓縮 然後變成一個連結讓你下載 所以我這邊 事實上我今天用的就是離線版的 因為我知道那麼多人 一定會出事 一定沒有辦法那麼順暢 所以我就準備好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 在這裡 我有一個離線簡報 他下載下來之後 你把它解壓說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你就點兩下就可以用了 那他的內容都幫你 放在這裡面了 都已經幫你放在裡面 所以你只要點兩下 那就會像我現在看到的一樣 就是他就是一個 單純的就是viewer 好就可以直接做簡報 好這個是 就是你在下載 所謂的這種版本 那如果你下載的是這個可惜 就是他給desktop用的 在這邊 你也一樣按下載 他的副檔名叫做PEG PEG 所以如果這一種的話 你就可以用什麼 像我在這邊也有 準備好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PEG 對不對 好那這個檔案就會比較小 像我們剛剛看這一種的話 大部分我們一個簡報 因為他包含那些他播放程式 所以差不多大概就是100MB左右 可是如果你是下面這一種 就看你裡面放的圖片大小多少 一般來講 這個就等於是你在線上的 在網路上的那個版本 所以其實差不多一個檔案到 1、2MB到3、4MB左右而已 因為你不需要額外播放器 所以他就是只有原始檔 所以檔案會小很多 會小很多 那你就可以用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直接open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這樣保留下來也可以 他不會說因為 你不同的帳號 然後就不能用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這樣你就會比較清楚 怎麼存檔跟下載的吧 對不對 那 有些時候呢 你可能會需要另外一個就是 你需要把它印出來 對不對 對 像我們一般各位參加研習 大部分都會印好幾張嘛 那他也有提供這個功能 他就讓你變成PDF 也就是說你原本的每個 每個這個 這個slide呢 他就變一張 跟我一般的簡報一樣 但是呢 你要從這邊來下載 好 你看這有沒有一個download 他都準備好 你就可以從這邊 那在這裡呢 你往上一點點 這裡有一個 要在編輯裡面才看得到 這 你要下載成那個PDF的話 在這編輯裡面 才看得到那個那個畫面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那個畫面在哪 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有一個share 是有一個download as PDF 看到的 所以你看到這邊 那他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這裡 在這裡 那我記得我這邊好像也有放 PDF 沒有 好像 我沒有把它放在這裡 這個 這一份是各位手邊的那個版本 你們的是這個版本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印出來的話 可以從這邊 可以從這邊 那 不過我是覺得線上看的效果會比較好 印出來可能稍微差一點點 雖然解析度還是夠 好 那 這樣子應該就比較清楚了 最後其實你要用這個的話 還有一個 你可以留意的就是這個 播放的小技巧 到底要怎麼播比較好 會做跟會播好像不一樣 會做跟會說不一樣 有的人很會做 但是不會說 那 其實這裡的話呢 我待會兒再講好了 我想各位 你可以先把我們剛剛怎麼設定背景 怎麼存檔 怎麼下載 你先找一下 好不好 來我把畫面還給你